手機的幼虛精靈寶可夢在這一陣子是大流行 因為平常時都沒在玩手機的幼虛的民眾 都加入這個抓寶的行列 但是卻有人迎出來含入網路成癮 研究在上訊話 意思說到精靈寶可夢希望高雷 宅男、宅女可以驚自乎乎 立以真好 但是目前確實有不少的患者 已經抓寶抓到不吃不吃現在網路成癮的精準 過度來賣賣的強行對著心心的健康有很大的危害 全民風抓寶 手機由於精靈寶可夢大流行 同意吃包括文化公平在來的經典 每天都看到低頭族 每一個人手中都拿著手機在抓寶的經典 但是心心醫學科醫師求發言 最近問題因爲過度來使用到3C、3P 提出到網路成癮的患者有很大的苦悉 網路遊戲成癮事實上是最近大概這五年左右 出現的一個新的名詞 所以在精神科的診斷裡面 事實上還沒有把它納入是一個真正的疾病 但是因為它的盛行率越來越高 所以的確開始有一些學界 已經開始提出一些可能的診斷標準 那目前根據最新的提出的這個建議的診斷標準 可能是說如果你玩這個遊戲在十二個月裡面 有出現九項裡面的五項症狀的話 你就可能會有網路遊戲成癮的這個問題 本身也是精靈寶可夢遊戲的使用者 台中營造自己的婚姻心心醫學科醫師 順重做任務 這個遊戲高雷、宅男、宅女、驚慘 原本的意思很好 但是如今已經有網路成癮的症狀來生心 叫電腦會對著自己的心心健康 最新危害 為了要抓寶可夢 所以有一些憂鬱症的個案 他們本來都足不出戶 那或者是說有一些比較社交恐懼症的個案 他們也都很少人際互動 他們會願意走出來去運動 或是說去跟別人交換這個 抓寶的這個訊息 所以的確好像是對這些個案 有一個短期讓的幫助 但是長期而言會不會有更明顯的幫助 可能就是要再進一步的觀察了 那在壞處的部分 因為事實上任何一個遊戲 網路遊戲都可能會有成癮的問題 那看起來的確這個寶可夢的風潮 的確也造成有一些玩家 有類似出現網路遊戲成癮的 這些類似的狀況了 那當然如果你達到成癮的這個地步 當然就是不好的 因為可能會影響到你的一些學業 或是工作 寶可夢讓很多使用家 願意驚出獲果為健康帶來可能的疫苗 也有人因此來改善到憂鬱的金屬 但是真心可以使用到 金屬的改善只是暫時的 如果想過全心在抓寶 等到不和朋友來過過 不去上班上課 那就是因為沒有抓到 特殊的精靈 就沒有快樂的感覺的時候 等到是可能需要 申求戰業的協助 最新新聞 東京邊翁雪山 大家一起 彩虹伯德 中文字幕——YK